你覺得呢? 我覺得沒有 變成聖誕紅毛蝦蝦蝦 要受保護照 好像眼水一樣 原來下次要滴眼水 Hello 大家好 我是打雜F 今天超寬的 原來只有14度 我今天也要穿厚毛毛才可以上班 我都想跟大家分享 冬天經常穿的 樽領衣 樽領衣 我覺得一直以來 給別人的感覺 都挺荒蕪的 就像Steve Jobs Kyle Lagerfeld 他們都很喜歡穿樽領 好像是個人會比較聰明 就像張曼玉在花樣連華裏 最經典的造型 他是穿旗袍 他的樽領很挺身 很高 其實如果你的樽領 開得夠高 夠挺身 整件事就會很優雅 而穿樽領 穿得很優雅 的代表 就不得不提 Epic House 他經常穿樽領 衣服 而他也穿得很聰明 很優雅 整件事 但如果想穿年輕一點 看起來年輕一點 現在也很流行 穿樽領 就像流氓 黑色色色色 他們全部都會穿樽領 Crop Top 加牛仔褲 如果再穿丸子頭 整件事都會有很多 這一兩年 很多人都會穿 一些 超級寬度 闊領的樽領 衣服 整個感覺 立刻不同 我覺得緊身一點 可能這些 薄一點的樽領衣服 就會給人的感覺 是精神一點的 但如果你穿那些 粗冷 闊領 那些 超級寬度 那些 那些 就給人的感覺 會是 溶懶一點 還有樽領 我覺得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 可以修飾臉型 適合 好像我這些 臉是比較 滑一點 肥一點 令到臉型 更貼一點 也會適合 頸子比較短一點的女生 如果聰明一點 懂得穿 可以增長頸子的比例 亦都令到個人 好像長一點 瘦一點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幾個穿不同 Turtle neck的方法 那我今天想介紹第一個 都是比較 smart一點的 亦都是襯薄的Turtle neck 襯西裝外套的 這些 平時都是很容易配搭 我想有多一點點綴 就是兩件Turtle neck 一起穿 然後撞上顏色 外面就穿Camel色 因為今季都很流行Camel 皮膚色 再裏面搭上一件白色 多一點層次感 亦都不會太悶 外面也配襯西裝外套 這個外套很適合上班 即是比較聰明 如果你想的話 再配上一條V字形的頸鏈 身體也會顯得3D 臉也比較小 那修飾面型 我亦都不想太上班 那襯上Flair牛仔褲 件事比較隨便 不用襯西褲 再襯高跟鞋 整個套就很斯文 亦都不會很公分 那襯上一個深色的間面袋 好冬天斯文的套 也都會出來了 記住Turtle neck也要塞進褲裏 塞一點就不要塞掉 也會拉長個人的比例 看上去腳也會長一點 剛才介紹了一個比較斯文的樣子給大家看 那個就適合上班 第二個樣子就是一個比較隨意的樣子 粗的針織衣服就給人一個融眼的感覺 Oversize 的粗織領也可以修飾臉型 讓穿上去時看上去臉型會更便宜 Oversize 的針織衣服可以當裙穿 又放在短褲上穿當是一件TOP Oversize 的粗織衣服襯托短的牛仔褲 加上白色的球鞋 就會令整件事舒適一點 如果鹽就這樣一件Oversize 針織衣服 單調一點 我們也可以綁一條絲巾在粗織外面 整個感覺就更多點綴 還有你綁一個V型 也可以修飾臉型 就會多層次一點 我都特別喜歡這隻袖很長 差不多遮蓋了對手 感覺也會更可愛 這陣子我上網看的Beauty Forum 很搞笑 他教我們可以塗少少少胭脂在鼻頭上 營造了一個雙風俗 雙風給人的感覺比較楚楚可憐 再加上這件容懶感覺的衣服 又容懶又楚楚可憐的感覺 我相信這個楚楚可憐的感覺 也挺合襯這套Casual的衣服 我們來試試是不是這麼楚楚可憐 可能這樣一點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是雙風 你覺得呢? 我覺得沒有 多穿一點 變成聖誕的紅毛蝦 很雙風了 很害怕我的 有些人會很害怕我 沒有就塗了很多 有些雙風很多嗎? 是要受保護的 雙風 像是眼水一樣 原來下次要滴眼水 就適合這套衣服 好 今天沒有準備 下次先吧 剛才那件衣服 加件Oversize Boyfriend 再加上帽子 搖身一邊 就會變成西部牛仔綠 再配上一雙 Over Knees的Boot 亦都令腳非常修長 這套衣服會酷一點 型格一點 這套衣服沒有一條豬鏈 現在很多人都會這樣搭 剛好是V字形 這套衣服可以修飾 這套衣服 令人會修長一點 修飾臉型 令人看起來更眩 這套衣服是藍衣服 這套衣服 配合這套衣服 整套衣服的感覺 會稍微一點 如果要好看的話 記得裡面的裙子 一定要比外面的套衣服長 層次感會重一點 整套衣服會有趣一點 整套衣服 我亦都喜歡配合綠色的袋子 這套衣服比較少見 亦都會亮起整套衣服 剛才介紹了兩款 比較傳統的樽領衣服 現在都想介紹一些 現在很流行的改版樽領 是短期領 你看到很多K-pop女團 短期領 短期領 比較適合頸短的女生 可以拉長頸的比例 令她看起來收長一點 而亦都可以令臉看起來會瘦一點 短期領 其實可以很多個造型 其實配牛仔 闊筒褲都會很帥 但我今天就想試一下穿裙 短期領 再配一些 over size 大闊身皮褲 亦都挺韓風 如果上身紮 下身也會配一些 寬一點的 褲或裙子會比較好看 今天穿一個造型 我想試一下一個 Elegant的風格給大家看看 因為今季都很流行CAMO式 我也搭配一頂CAMO式的畫家帽 同一件CAMO式的大褲 裡面都是搭配一些 白色的小樽領Crop Top 這個顏色配搭都很match 不想太over的話 搭配一條9分的A-line牛仔褲 搭配高跟鞋 整件事Elegant的理由不會太over 搭配一個白色 撞CAMO式的手提袋 非常配合 這個我自己覺得 就像他在法國 扮法國人去high tea的 就是這個 今天分享了幾個造型給大家看 大家又最喜歡哪一個造型呢 那記得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有什麼特別的配搭方法 想我分享一下呢 也可以在comment留言的 下次見吧 無驚無險 游到7點 我是打雜F 下次見 拜拜